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来到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 看看今天董月阿姨给大家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由海豚绘本和皮卡书屋 向我们共同推荐的小哲学家系列 妈妈我为什么存在 她的作者是法国的奥斯卡伯瑞尼弗 以及德尔芬杜兰德 故事马上开始 妈妈妈妈为什么会有我 妈妈觉得很奇怪 哦我的小菲儿 你哪里来的这些问题啊 有你了就是有你了就这样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事都有为什么 嗯我的这些问题也是就这样 总是莫名其妙的跑到我的脑袋里来 菲儿没有得到答案 失望的走出了厨房 毛毛熊佐福悄悄悄的在她耳边说了 哦小朋友别难过 如果妈妈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那就去问问别的小朋友吧 你看见那边的花了吗 我们去问问她吧 好 菲儿走到了花瓶旁边 花儿你们好 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有你们吗 一朵花大声地叫 我就在这里 你看见了吗 另一朵花也喊 啊我也是我也是 第三朵花连忙接上 还有我 佐福更大声地叫了 哎哎哎你们别一起说话 菲儿目瞪口呆 那么你们就是在这里 就这样吗 佐福挥舞着双手说了 总会有个答案的 我们去找找看 如果这些花儿说不出来 我们就去问问别的朋友吧 比如 哎那朵墙 啊墙 为什么会有你啊 墙的声音很红亮 她说了 我从建筑工人造房子的时候就有了 可你肯定不知道 怎么造一堵墙 啊 菲儿皱了皱眉头 我还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呢 佐福撇了撇嘴 她只是跟你说 什么时候有她 又没有说为什么会有她 是啊 可是是谁把我造出来的呢 佐福拉着她的袖子一边往前走 一边说了 哎呀 当然是你的爸爸和你妈妈造出来的 如果墙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们就去问问别的小朋友吧 比如 嘿嘿 那边的小灰尘 菲儿 菲儿弯下腰 用力地凑近小灰尘 小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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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你呢 小灰尘 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哎呦我 我什么都不是 我太小了 菲儿把眼睛睁得圆圆的 仔细地看着小灰尘 然后说 嗯 是吗 一定要长得很大才可以吗 可是 可是 我也很小很小哦 天呐 他没有说它 可是 他还在跟你说话呢 身体大小不重要 小一点的 大一点的 倒是存在它 就在这时候 佐福听见了钟声 他连忙说 哎 哈哈 我们还是去问问那座大钟吧 它看上去很重要的样子 菲儿抬起头 盯着大钟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开始问 大钟 大钟 为什么有你呢 大钟很严肃地回答 挺好了 小孩 我要跟你说件 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存在 是因为我们在动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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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当我不动的时候 我是不是 就 没有了 我觉得 菲儿 他不但没有说出来 为什么有它 还跟你说了一些 不对的道理 你睡觉的时候 是不动的 可是你明明还在呀 哎 佐福又有了新的发现 哎 你快看 那里有只苍蝇在飞 我们去问问它吧 菲儿跟着苍蝇跑了很久 直到它停下来休息 苍蝇 苍蝇 为什么会有你 苍蝇的声音细细的 他说 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会有我 我在呢 是为了缠很多的卵 生更多的小苍蝇 菲儿不同意 大声地说 嗯 可是我不知道 怎么缠乱生小苍蝇 佐福吓了一跳 他连忙说 哎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啊 天哪 你可不会缠卵 说不定有一天 你也会有很多的小菲儿 不管怎样 你还是一直都存在的 哦 哎哎哎 看看看 那边有台电视机 我们去问问它吧 菲儿跑到电视机的旁边 电视机 电视机 为什么会有你呀 电视机不高兴地回答 这是什么问题呀 有我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我 所有人都知道我 菲儿又难过了 嗯 可是除了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小伙伴们 谁也不认识我呢 佐福拉着菲儿的袖子 温和地说 小朋友 就算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还是在这里的 来吧 我们还是去问问 哪边的零钱包吧 零钱包 零钱包为什么会有你呢 零钱包骄傲地说 年轻人 你应该跟我说 您 因为我很有钱 我存在 就是为了挣很多的钱 变得更胖 更有钱 菲儿闷闷地说 可是我没有钱 我只有一个硬币 是我有一天在地上捡到的 天哪 菲儿 你还会有更多硬币的 而且 就算你很穷 你还是存在的 不是吗 佐福连忙 拉着他走开了 我们还是去 玩玩你的玩具吧 菲儿的房间里 有很多的玩具 菲儿走到他最喜欢的 小汽车旁边 小汽车 小汽车 小汽车为什么有你呢 小汽车很开心地回答 哦 这是为了发出哄哄的声音啊 为了跑来跑去 为了跳起来 为了玩 哎 哎 菲儿也笑了 是啊 可是我不是一直想着玩的 有时候 我还得学习呢 佐福摇了摇头 说 哎 就算你没有在玩 你是在做事的 也还是存在的 嗯 我们去问问纸巾吧 菲儿从盒子里抽出来一张纸巾 纸巾纸巾 为什么会有你呢 纸巾 理直气壮地回答 为了给你擦鼻涕呀 我可有用了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哎 是啊 可是我好像没什么用啊 佐福在旁边嚷嚷着说 啊 你怎么可能没用呢 你天天都在照顾我 可是他呢 用完一次就被扔进垃圾桶里了 哎 我们问的是为什么一直都存在 我们还是去问问别人吧 对 问别人吧 菲儿走进浴室 走到他的橡皮小船的旁边 喂 小船 为什么有你呢 小船吓了一大跳 没好气地回答 哦 别叫那么大声 我也不是笼子 我在这里是为了环游地球 而去很多的国家 啊 你说的是真的 可是 可是我哪里都去不了 我说费用 妈妈陪着我 啊 他只是在浴缸里转圈呢 他一直都只能在哪里 佐福快乐地在客厅里翻跟斗 他对菲儿说了 哦 瞧 妈妈叫你吃饭了 这些问题 让人肚子好饿好饿的 妈妈笑着说 好啦 吃饭了 菲儿 看 有你最爱吃的菜哦 而且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你存在呢 是因为你爸爸和我 我们享有一个漂亮的小宝宝 享有一个小菲儿 一个我们永远疼爱的小菲儿 啊 可是 可是我觉得菲儿已经不是小宝宝了 啊 妈妈为什么总是把小菲儿当成她的小宝宝呢 啊 我真想不通人类是怎么想的 好吧 佐福就是没想明白 但是你想明白了吗 宝宝加油 明天 我们接着讲